你 你们干什么 你敢再上前一步 你就等着与白鹿两家为敌 顾苏妍你个蠢货 你居然用故事活着来撞我 你觉得故事得罪得起我吗 顾良 你闭嘴 这次我们不追究 那是因为我还信顾 你以为爆出点什么事情来 对大家都有什么好处吗 不要比我破腹沉重 你为故事的心 对我就没有冤枉意义了 走 你为什么要去惹他们 陆白两家我们惹不起 你就让各媒体发通告 《乌影》如期开机 你主角还是顾苏妍 我们工作室已经拿到 《乌影》的网络制作权了 那你主角分别是陆远和白针 别的话我也就不多说了 总之这是一场硬仗 只有网络版的乌影做得更好 我们的收视率才会更高 只有收视率高了 才能证明我们的实力 大家加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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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咔咔咔 咔咔咔 我差点背过气去了 乐然 我可是好久没见你练习练得 这么用心了 这傻大哥 我教不了啊 您另请高明吧 中看不中用 长得挺帅 怎么细这么差 那是 长得帅细又好的 是你家白正 让他练吧 这小子呀 一碰就人就发交 有问题 我不是啊 我没有 我没有 时间差不多了 开机及时快到了 准备好了吗 我 拿不上 你别光看着 帮忙 帮忙 好好好 你别动了 臭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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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卡住了 卡住了 好 好 好好好 你搞出这么多事情 到底是图什么 图麻烦吗 我和你已经分手了 姑娘 你莫名其妙来我公司出这些 好 谢谢 这样一个小爱恋 你有话就在这里说 你不配离他这么近 你 本来我离开这里 就是不想和你有过多的纠缠 但是你已经派人到我家里来偷拍了 是你先动的手 我警告你 要是再有下一次 就没有这么简单 姑娘 各位 今天愿意去我姑娘工作室的跟我走 姑娘 看 看 上班 这场戏 这场戏呢 写的女主角要脏兮兮的 你去给玫瑶射一下 我不想和脏兮兮的脏 素颜姐 昨天导演就说了 这场戏呢 是女主角沦落尖头 一定要脏一点的 不然接不了剧情了 什么剧情啊 我们接约的是投资人 现在去问他 能不能改 不能改去画画 嗯 嗯 素颜姐 我看这个事啊 你还是自己去跟导演说的 别说换导演的 你把整个组的人换了都不行了 整个毕竹就是一个女 你最厉害 行了吧 我跟你说啊 我不是人家的脏兮兮 色误不起老二手 我不干的 你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给我回来 真的很高兴 我们在这里再见到大家 滚岛 其实我们脑就养了 冷靠 今天都乱套了 是啊 路总 我一定会好好看的 现在网络的乌影版正在拍摄 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们愿意这个时候回来帮我 我一定会记在心里的 干活去吧 好好好 叶总 夫人和老爷一直在问我 您什么时候回去 在干什么 看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就说您和少奶奶在一块啊 对了 叶总 我还联系了保安公司 派人二十四小时跟着少奶奶 她肯定会安全的 很好 定家公司啊 谢谢叶总 好 顾良 今天是你的生日 回家一趟吧 好 我正好要放水 好 要跑 回来啊 回来 这都是你准备的 真是快乐 谢谢 谢谢哥 姐姐 你现在有新的爱情了 你能不能放过我和云泽 就送我求求你好不好 好啊 我可以放过你 不过从今天以后 你就不要再对我使那些烂招了 我也不会再对你出手 大家就各自凭本事说话 其实我今天来这里 就是为了说这些 彼此放过我 姑娘 这是你生人礼物 到海边的小公寓 都是顾家人 要顾全大局 您的意思是说 让我拿着这套公寓 放弃物颜这个鞋 是吗 现在 我已经在运泽和苏妍这里投资了 这就关系到顾家的产业 你要么回去帮他们 要么就离开这个圈子 你这么聪明 我想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想用一套房子 就打罚我了 别说这套公寓 就连你们脚下的这套别墅 都是我顾良赚回来的 哦 两条狗也要知道念个恩情吧 想让我退圈可以 把顾家给我 我就退 蛋糕你们自己吃吧 庆祝一下你们终于失去我了 至于我自己真正的生日 我会去查清楚的 苏妍 你要这么对我 我要是知道了 他不会放过你的 顾莲 对我爸来说 你只不过是我们家 养得一条 会赚钱的开门狗而已 我会到人堡里 处于他的后子 苏妍 真是太冲动了 他对我们顾家 还有利用奖励